不过 他又耍什么花样 花样越多 漏洞也会越多 诸位 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培根 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健康的身体 能够把自己 带到客厅里去 宾若的身体 会把自己带入监狱 从今天开始 在你们放风的时候 我要向大家推广 广播体操 我之所以推广这项运动 就是为了让大家 能够把自己的灵魂 从监狱里带进客厅 零八零号 你上来 阿姨 我听说你以前是个体育老师 阿姨 我是医学院的体育老师 那你应该懂得广播体操吧 我知道 而且广播在日语里面的发音 好像中国话里面的辣椒 所以中国人叫它辣椒草 辣椒草 很有意思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 从今天开始 零八零号 是你们的教练 带领大家做辣椒草 现在开始 请 阿姨 大伙跟我一起坐啊 一 二 三 我不坐 走 走 你们干什么 老师 老师 还行 不用时间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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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含了 别含了 踢回去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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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难哪 风风的时候 被强制做辣椒草了 这 咱们连串联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就是渡边人的可怕之处 他们一步棋都想好了 让我们没有可趁之机 现在 连老子以前那些部下 见到我都躲远远的 再这样下去 越狱就要变抛影了 不行 得尽快想办法 消除大家对我们的误会 怎么消除 随时都在鬼子的眼皮底下 难道你在交操的时候大喊 同胞们 我不是汉奸 不要上他们的当 要是你那些部下 有老颜的绝技就好了 不用喊 只要动动嘴唇 动我能听得懂 不说话 就能传递信息 活下去 一定 要 活下去 对了 要不 我们到女间那边 去想想办法 男人都摆不平 还想女人 没有 不是 没有 不知道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这边 还要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怎样 我们在一起 干嘛 打蚊子 蚊子好多呀 蚊子太多咬得我睡不着觉 好 奇怪 怎么没动静了 怎么了 刚才隔壁应该想和我们联络 但是就响了一声就没动静了 会不会听错了 不可能 不会听错的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你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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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七 八 三 四 五 七 八 三 四 五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刘墨洋利用广播体操 传递给御友们的信息 通过分散在各个监设的国军士兵 迅速传遍整个监区 御友之间相互戒备的情绪 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二 王大 又一次突破了渡边人的铁东管制 现在越狱计划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 兄弟 我们大家一致通过了集体决议 今后大家全听你的 尚小别被胜利重回了头脑 越狱行动到现在才迈出了一小步 不到咱们排坐磁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越狱计划 仅仅走出一小步 所以我陆刚才更应该让先 刘老弟 这朕碧一壶啊 非你莫属 你就别再推辞了 就是啊 刘爷 弟兄们都信得过你 也带着大伙一块干吧 我这错就是你了 兄弟们 我是我推子 你们想想看 我们这儿只有上校 他在战场上 跟小鬼子 真刀真枪地干过 而且在月亮岛上 还有那么多的兄弟 只有他站出来振臂一呼 所有兄弟才会跟着他 那我算什么 没人会听我的 好好好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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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座轮背的事以后再说 先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做吧 我想既然老公们的串联 都已经开始了 下一步却应该想到 怎么做到统一行动 统一号令 上校 在你们军队当中 怎么才能做到统一指挥 成千上万的人吗呢 这里面啊 老子的团有完整编织 一积积地传达下去 只要我传达一个命令 营长连长排长 最后会传达到每一个士兵 好 那从今天开始 月亮岛上的所有劳工啊 也要模仿军队的剑制 然后 我利用做广播体操的机会 通过手语 来向他们传达指令 看来老子的那些兵 又要重新上岗了 行了行了 你也别忽悠我 我是个踢球的 还就是这么直来直去 就算你给我输天上去 我就是看不惯 隔壁那帮孙子 兄弟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话说得这么板上钉钉 不也天天 再给鬼子做工啊 我那能异样吗 那只是表面现象 老子打心底 永远不会负小鬼子 我实话告诉你 他们也跟你一样 表面屈服 实际上 他们一直在策划老公 冲出地狱的计划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只要是真的 我也跟他们干 这帝狱的我早就受够了 如果你们真想加入他们 我找机会和他们联络 大哥 也算我一个 放心吧 我相信他们不会落下 任何一个人的 兄弟 兄弟 你别拧了 入伙吧 行了行了 顺巧 这人怎么这么绝啊 太好了 他们请求入伙儿 好 尚小 赶紧回应他们 五号监士主动请求加入粤语组织 一下子驱散了长时间 笼罩在刘墨阳心头的阴霾 使他真正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月亮岛有了粤语计划的秘密 在劳宫中悄然传递 各个间区自发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骨干网络 岳狱计划就像空气那样 无声无息地在每一个玉有心中 蔓延开来 走 快走 走 快点 都走快点 快 你跟上 爸 表哥说 月亮岛确实是日本人的一个秘密基地 岛上关着几千个中国人 沐阳肯定也在岛上面 这么说 沐阳是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了 沐阳失踪了这么长时间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志文知道吗 那 那是生产什么的工厂啊 表哥只负责给他们提供原材料 至于是什么工厂 他根本就不知道 既然是日本人的秘密工厂 不可能让外人知道的 这样的话 沐阳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静儿 你快去找找你表哥 毕竟他跟日本人做生意 路子多 让他再去求求日本人 我再考虑考虑 会去找他的 先生 能请您跳支舞吗 一边去 让我一个人清静点 好 侯先生 我让你别 请妹 你自己 一个人来的 是啊 今天怎么突然不请自来 找我有事啊 没有什么事 我呢 就是想来找表哥聊聊天 顺便 把这个送给你 送 送我的 不要吗 那我可真 你送我什么都喜欢 是什么呀 丝巾 漂亮 真漂亮 谢谢 表哥这么慌乱 是我干扰了你的情绪了吗 我 我觉得你 今天突然送我东西 你又打扮得这么漂亮 像做梦一样 我才从噩梦中醒过来 你却入梦了 做噩梦了 昨 昨天没睡好 这段时间 我一直沉浸在沐阳失踪的痛苦里 这对我来说实在太折磨了 但你说得对 时间 是至于痛苦记忆的最好良药 我只能说 现实太残酷了 怎么样 静妹 你到底怎么想呢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应该怎么面对 我总不能这样活在当下 永远不去面对吧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相信 你们也不会希望我 像现在这样一直痛苦下去 对吧 对 我们当然不希望了 那 那你的意思是要 选择面对 然后忘掉痛苦 忘掉一些不愉快的过去 太好了 你放心吧 表妹 我永远会陪在你身边 做你坚强的后盾 你 不会觉得我现在这样的表现是 怯懦或者是背叛吗 怎么会呢 你要是不敢面对 那才说明你软弱呢 背叛 那更谈不上了 你说现在刘沐阳 是生是死 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但我相信 如果他要知道 你现在这么痛苦 他也会同意你选择 重新开始 重新面对生活 重新面对生活 放心 我 我会帮你的 那你那个戒指 送人了吗 我一直跟你留着呢 经过这几天 老子那些病 又打起了精神 这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 只要点燃这个火 我相信离成功 就不远了 终于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那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做 经过我几个月的观察 我发现 打开牢房所的钥匙 都是同一把 而且所有工厂的钥匙 也都是同一把 你这样说 下一步是要解决钥匙的问题 对 月雨行动 一旦启动 需要有人立刻打开工厂的锁 把所有的劳工统统放出来 这样才能够淹没军营 跟他们贴身肉搏 所以下一步 就得看怎么拿到钥匙了 这得多少把通用钥匙啊 告诉你们 这可难不倒我 只要给我几根铁丝啊 我就能做出一把万能钥匙 铁丝没问题 交给散爷了 你们忘了散爷我是干什么的了 但是 要是想把工厂里的铁丝偷出来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老爷说得对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放心吧 哥吉刚 散爷我不是浪得许名的 再说了 咱们现在不是没别的办法吗 不如死马党红蚂蚁 赌一把呗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虽然是一盘散伤 却也不法能人瞧将 给他们留下丝毫的缝隙 都将是致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管不对 终止行动 你放心吧 我万无一事 我这么好的身手 绝对不会被发现的 你看 所有人都回监察 回监察 过来 快 跳一跳 跳一点 快 衣服脱掉 动作快点 快点 跳一点 跟上 跳 下一个 都跟上 快 都跟上 快 跟上 裤子脱掉 快点 都脱掉 跳一跳 一 过来 快 一 过来 快点 下一个 下一个 快走 衣服脱掉 走 别打 下一个 快 教练 小艾克 快点 殿驭长 您叫我 你不是我们的教练们 殿驭长 您叫我有什么事 都跟上 都跟上 我想在月亮岛开展 更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小艾克 希望你能带头响应 零八零号一定全力配合 好 这件事情 我回头找你仔细谈谈 小艾克 到跟上 走走 快点 情形不太对 听军事的 赶紧把东西扔掉 派好队 快点 你 挑一套 穿好衣服 快走 快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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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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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快点 快脱 加一个 快脱 快点 你 滚 快走 下一个 练书 戴上 脱掉 快点 快走 快走 等等 你是几号 别人合是多少号 说出来 说出来 092 所有人听着 今天开始 每个人都要报自己的编号 记住没有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三兄弟 你回来没说过一句话 到底怎么了 吃了也不要了 王三 今天鬼子看管那么严 你没有偷材料就对了 别自责 咱们再等机会 三姑 一次不行 还有下一次 何苦把自己搞得跟个木头人一样啊 可儿几个 我要死了 咋个回事啊 到底怎么了 我把铁丝吞肚子里去了 王三 你说什么 我看把城是活不到天亮了 我的娘 这 这怎么办 要不我们赶紧把它抬到一屋寺去吧 不行啊 没啊 咱们就都暴露了 谁也活不了 娘啊 三儿不能回去尽孝了 三儿想你 好 静儿啊 再怎么说志文是自家人 你不该对他耍什么心眼 爸 表哥是我现在通向月亮岛的唯一方法 这是我计划的第一步 你不打算把沐阳的事情告诉他 要说可不是现在 爸 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在日本人的占领区 表面上亡道乐土 可事实上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现在不只是你我的安危 我还得替沐阳考虑 所以我走的每一步 都得是小心再小心 不过你放心 只要沐阳站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倒下 来 王三 你没事吧 王三 你肚子疼不疼啊 王三 你肚子疼不疼啊 你肚子疼不疼啊 是不是对得难受啊 哎呦 我说刘爷 我是不是该上路了 哥儿几个好 我王三等不到约狱计划成功 我就先变成死狱了 王三 王三 不是 又是你 这不扯淡吗 什么扯淡 我说 红楼梦里说 尤二姐吞锦自杀 纯属扯淡哪 不是 你现在在说什么呢 你 哥儿几个 三爷我又活过来了 你们看 我吞进去 又拉出来了 三爷我死不了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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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随着铁桶管制被一点点突破 一次次匪夷所思的成功 粤渔计划正一步步往前推进著 柳墨洋知道 苏继一定在为救他而四处奔波 但敌战区形同虎眷狼窝 危机四伏 稍有不慎就将万劫不负 他为苏靖捏着一把汗 况且现在行动能否成功 不仅仅关乎自己和苏靖的幸福 更关系到道上众多同胞的生命安全 刘墨阳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 他必须成功 走了 警门 小心点 舅 我们走了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都跟上 快点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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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 走过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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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